香港 香港沉沒了 再這樣下去 我真的很希望快點止暴祭年 我們平靜的香港 我希望香港可以是一個文明的香港 希望他們快點停止暴力行為 希望透過一件事 我們可以重拾一種愛和希望 我覺得這個世界 是我有生活在香港 最痛苦 最恐怖 大家外出和上班都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哪句話說得不對 可能被人打 怕自己穿哪件衣服做得不對 都被人打 我們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報日寒供 這個是不是全部香港市民 真的想要的 就是這樣 我都不相信 因為我從小到大認識的香港 是這樣的 大家是很有愛 互相幫助 很有禮貌 而不是每一天都充滿打打殺殺 為何你們可以有明主自由 但我們什麼都不可以說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說我們自己想說 希望多些沉默的人 開始慢慢發生 市民帶中 政府和警隊去聽單 原來是有人支持他們的 我知道了我是做不到事 但我也要做 我覺得大家要拿出理性 我不管你有什麼政治理念 不要再煽動這些人用暴力去襲警 平衡香港人 感受一下到交流 這類型的交流 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我希望 如果這宗視線 真的平衡了之後 有一個國民家 農馬給五班原住民 真的有國是有家 我們希望可以 盡到我們自己小小的能量 去做回我們自己 可以做到的小小的事 希望香港人 大家都可以 真的站出來 為了香港 我們真的要愛護香港 真的要為了香港 大家一人多做些恐怖 不再見到香港就是這樣下去 台灣人 0